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年 因为我们经过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么今年2022年可能还会是继续去年的那些趋势 什么趋势呢 买房子 买气就很旺 后来到了三四月的时候真的是抢得不得了 到了八九月稍微缓慢一些 可是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房源变少 所以又开始抢得厉害了 像我有客户在圣诞节前后 那个时候要买房子 原来想说应该没有太多人抢吧 结果还是没有抢到 还是很多人买 为什么呢 他是要抢新屋吗 二手屋 那是因为房源推出来的少 可是要买的人还是一样多 那相对来讲供不应求了 所以嘛 新屋市场在过去这一年呢 持续了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有侵黄不接的情况 也就是供给现在还没有上市 那可是原来已经开发的那些计划 现在慢慢卖完了 卖得很快 现在新屋建商绝大部分都是 很早就很快就卖掉 可是来不及见 那2022年呢 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下去 原因是新屋建商 在过去这几年 两三年没有做太多开发的工作 一个原因是 2018-2019的时候 市场稍微缓慢了一些 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再加上这些物资缺乏 所以还有这个物价上涨 造成很多建材啊 价钱高了很多 可能现在算起来不合算了 见不出来 所以种种原因造成说 现在新开发的计划不多 可能要到2023-2024以后才会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很多新屋建商 他们现在正在卖的都是很多人排队 一推出来马上就卖掉 排队人多 甚至还有几个比较热的热络的市场 建商还用竞标的方式来卖 竞标的方式就是multiple offer吗 就是sealed bid 也就是说这跟二手屋买的又不太 稍微不太一样了 反正也是每个人自己 把他自己想出的价钱定出来 然后看建商来选 哎呦 从前我记得在30年以前没有这个情况 就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有这些情况 所以这也是自然就是因为 生多粗少的关系 那这个情况 在我看来还不容易马上解决 OK 因为要盖一栋房子 把地从生地 养成熟地 再申请permit 再慢慢盖 天气啦 这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啦 原材料的增加 工人的减少等等 造成了粥少 增多的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这种环境之下 就让2022年的新房子的价钱往上升呢 我相信至少在上半年 是肯定在继续会上升的 因为我跟建商谈的结果 他们都是说 呃 现在要买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很多人在二手屋市场买不到 他竞标 标了很多次并没有标到 然后又不愿意说加太多 他就想说好回来买二手屋市场 但二手屋现在我们都知道 他建商原来开发的时候就已经定好 他最快只能一个月建多少户 所以嘛他们现在有些已经是很早就在打地基之前就已经开始释出来要卖 所以买到了以后可能还要等八个月十个月等一年都有可能的 可是呢还是不够就是他原来计划 一个计划就是这么多户 嗯怎么卖都是只有这么多户可以卖的 那买的人呢现在 呃因为过去这一两年股价涨了不少 所以很多人口袋里面有些钱了 都想买房子 所以在2022年今年的上半年我相信价钱还是继续会成长的 那下半年呢比较难说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尤其是今天股市往下 往下跌了一些 前一阵子也有几个有几天是股市往下跌的时候 那要看呃在什么情况呢 这个价钱会会疲软 这可能要等到股票要跌个10%到20%有一个correction的时候啊 那然后再过六个月我们就可以会看到房市稍微缓慢一些了 嗯这个也就是今天股市下跌的原因了 那像在联储局他就宣布了上一次开会 他的会议的记录充分的流露出 呃the majority of the voting member 都是释出了非常鹰派 就是因为要来刻来来来刻意志通货膨胀 所以呢呃透露出来加息的步伐会比较快速并且也会比较多 甚至呃byron wayne他还说明年不会只加三次 今年可能会加四次 这种气氛一出来造成了纳什达克下跌了超过3%的记录 哦这样看起来实在是那这种利息涨起来的情况 会不会对新屋的市场也有所影响呢 呃相信是会有一些的那这个涨利率呢 其实这个影响啊要看说它涨了多少 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买一个100万的房子 放个20%投款借个80万 如果利率从现在3%涨到4% 那可以同样的收入可以带到的款就少了10% 原来可以借80万现在只能借72万了 那这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最大的影响呢对我们湾区购屋尤其是买新屋的人价位这么高 最大的影响其实是股市 因为绝大部分我相信现在能够买这种100万150万200万这种房子的人 都是要靠一些股票的 那如果说股市往下跌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最近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Zoom Zoom的股票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到100块钱 后来最高涨到550块 现在回到175 那你说原来有些人他也许有一些股票 他说有50万的股票可以做投款 那一下跌了50%你就剩下25万了 那你这个投款就收水不少了 那再加上利率上涨又少借了一些 这个时候呢原来可以买到这个价位的房子他就买不起了 所以这个股市其实对买屋的这个意愿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利率上涨的趋势还要影响还要再大一些 现在跑到consumer stable 譬如说Cocacola McDonough 怎么我们讲起股票来了 我们停止停止 还是回到这个房地产 可是我相信股市啊 如果说即使是它有correction 对于房价的影响会有一些可是不会这么大 不会像股市一下跌可以跌个20% 房价通常不会跌这么多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弯曲整个弯曲过去这二三十年来 一直都有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建的速度 新闻建的速度远远追不上人口增加 还有财富增加的速度 所以我相信即使房价受到影响不会影响太大 OK好即使会受到利息上涨的影响 但是绝对不会上涨的利息造成新屋市场的萧条 是不大可能发生在2022年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新屋的买主呢 在Bay Area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抓到新屋 目前现在还是有 我们在湾区不管是西边旧金山 或者说中半岛或者南湾或者东湾 其实现在都还有不少的新屋计划 只是没有像三四年前这么多 那只是选择比较少一些了 而且价位高了一些 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呢 对很多人买屋的人来讲 就是第一次购屋的人比较困难 因为价位在过去这12个月里面涨了20%左右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三个税房的新屋 在湾区中心的这个地段呢 很难找到说三个税房是100万以下的了 两个税房的condo 摊号 现在也接近90万到100万也不便宜了 所以价钱还会继续上涨 我相信未来这半年之内啊 可能两个税房的都要涨到超过百万 目前呢 有有一些 我觉得还价位还算可以的啊 一个是在三号岁 95119 这个是少三号岁 少三号岁 那有一个新的 呃 摊号子计划推出来 有超过100户 所以还算是比较大的计划 未来这几月要开卖了 它两岁房到四岁房 1200尺到1900尺 很典型的三层楼 呃 摊号子设计 那么 它的附近呢 过去这两三年也建了差不多六七百户 新屋 所以整个环境相当整齐 它有有好几个公园 那离这个购物中心也很近 那我们知道在2021这一年 我们在节目上讲了很多次 整个盛河西 人口一百万的城市 没有一个新的摊号在卖 所以这个能够推出来 其实解决很多人的需要 可是它也总共也不过一百户出头而已 所以要早点排队 现在只要是一听到有些 新推出来的新屋计划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排队 那它的价位呢 赶紧去排队 因为它的价位 它可能两个岁房的 刚刚接近一百万九十多万七家 那大一点的三岁房的 可能要到一百三十万左右了 这是大的一千九百尺的了 哦 好大 然后另外三五岁95117 这个算是三五岁比较靠西边的 那也有一个很好的地带 它接近Sentennial Valley Fair 它也有一个Townhouse Counter的计划 开出十分钟就到苹果总部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要买的人会很多 对 那价钱呢 相对也会稍微高一些 大概是多高 现在还没有定 因为它还没有正式推出来 可是未来这几个月之内会开卖 所以这些也是要加紧关注的 对 还有几个月就要推出 它们的市场调查部门也是 偶心力学的在研究 应该要标到多少钱 那这种房子也是买 first phase的话 是最合算的了 那当然 现在所有的新屋 能够在刚推出来第一期买到一定是最合算 好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新屋的information 也想拿到一个free的consultation 希望大家打电话给Stanley曾 408-777-8900 408-777-8900 OK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两分钟以后回来 王若梅会计师事务所专进各种税务查账 集合税务规划 台湾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 二十多年专业经验为您省税 电话408-998-1688 或网址至oneaccumacy.com 现代人的地区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你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国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Fatino 永和超市各地 电话408-253-6682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保险理财顾问Edward Payne 分享其因健保知识 以及优质的长期护理保险 资深房地产经纪Frank Liu 30年经验 利用AI和元宇宙数据库 分析2022年房地产趋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James King 系资深贷款顾问Tiffany Wang 解决大额贷款各种难题 1月8号9号 周六日2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云乐难谈好时光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 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 都扛着急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曾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Stanley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段 也都不错 听到价钱也的确是有涨高一点 但是在湾区各个地方 还有没有比较能够负担的全新的房屋计划呢 其实是有 可能就是要稍微走远一点 还好就是从疫情开始以后 很多人可以在家上班 或者说大部分时间在家上班 所以开车开远一点 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举个例子 在Gilroy大算城 95020的Zip Code 它有个新的townhouse 刚刚开始卖 这个大概是完全最 现在价位最合理的 这个两个税房 1200尺 卖63万5起价 大一点的 三个税房的townhouse 1800尺 69万5 不到70万 现在 first time 8月很难找到 说这个80万以下的了 的确 不简单 三个税房 你看不到70万 起价 这个东西 不过说老实话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 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 为什么 70万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买的是豪宅 为什么 70万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买的是豪宅 Not in Silicon Valley 那相对来讲 在这里还算是affordable 就是说你一个人收入有 有个十万出头的话 可能还是可以买得起的 那 它这个地点呢其实也不错 附近有差不多一千户全新的 都是最近过去这五年建的新的single house 围绕它在附近 环境相当好 有乡村气息 那那个整个社区 大的社区里面建了两个新的小学 新的学校一个小学一个初中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不需要每天commute 值得考虑 非常合理的价位 对 另外嘛在Hayward94544 它有一个新的condo project 大概也是最近这几个月要开卖了 它是condo是flat flat就是说平成 没有里面没有楼梯的 一千一百尺 两个睡房 三个睡房呢有到一千七百尺的 它另外还有一个设计是townhouse 就是要跑楼梯的一千五百尺到两千尺左右 那它两睡房的这个condo呢 起价大概是八十万左右 它现在价位还没有定 不过这是我的预测 那这个地方呢 现在它离这个Hayward South South Hayward Bar Station 就是捷运车站很近 走路可以走得到 所以地点也不错 另外Hayward还有一个计划 它是比较南边接近Union City的交界 这是新的townhouse 传统三层楼设计 三到四个睡房比较大一点 一千六百尺到两千一百尺 所以如果需要自己居住空间比较大一点的话 那其实这个地方还算是合理的 可能大概就是一百万起价了 可是在别的地方 像像这种一千六百尺到两千一百尺的townhouse South Hayward的话就是一百七十万 一百八十万 Monting Hill就是一百九十万 所以这还算是affordable 就是价位稍微合理一点的 那像这些呢 价位合理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要排队的 所以就要尽早行动 哇 那就请致电Sandy曾4087778900 那现在再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吧 中半岛是吗 中半岛也有一些 在Monting Hill 这个是接近这个最贵的地方 最贵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Paul Auto 94043 94043是我们的studio的地方 是的 是的 西谷豪人电台的总部 对 那有一个新的townhouse计划 这个比较大 有一百多户 它是未来这几个月 几个星期就要开卖了 那Monting Hill当然是好的地点 所以价位也不便宜 离Google 谷歌的总部相当近 那离它那个 离Monting Hill Monting Hill的山景城的downtown 就是Cashford Street 有很多财经也不远 哎呦奇怪 在Monting Hill还有这种 可以盖一百多户房子的地点呢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简单 不简单 它原来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apartment complex 拆掉的 哦 那 那 几个星期之内就会开卖了 三到四个睡房的设计 1500尺到2000尺 是传统三层楼的 另外嘛 Samatelle 94403 这个地点呢 也是方便 101跟92交口附近不远 它有一个condo 这个condo呢 是有电梯的 然后里面是平成的 两岁房1300尺 三岁房可以到1800尺 那两岁房呢 1300尺大概卖122万 三岁房到1500尺 就比较舒服一点了 148万 最大的三岁房1800尺 这个就住的相当舒服了 因为是平成的 没有楼梯 所以感觉上像是2000尺的 三岁房就很大了 164万 这个适合什么人呢 从这个中半岛很多山上 那种大房子 这一周以后下来 想要住舒服一点 不要爬楼的 那这个就很 平成 对 不需要爬楼梯 它接近1092 Hill Stale Shopping Center 然后接近 九云山国际机场 10分钟就到了 是 是 然后也可以锁了门 等到以后 国际旅游开放之后 就可以离开了 也不用照顾花园 是 另外嘛 在它隔壁 Farster City 94404 新的三层楼的灯号 就是传统设计了 很快就要开卖了 它有 甚至于有一个 一睡房 一个扮育是1400尺的设计 这是很大的一睡房 哦 对 这个所以一个人住 或者小两口住 就住得很舒服了 两睡房 1600尺到1700尺 三睡房 1900尺 四睡房 有到2200尺 哦 这都是大户型 很贵吧 也不便宜 Farster City 这边价位 跟这个Mountainville Sundayville差不多 所以价位也不便宜 两三年前 另外有一个同样的设计 也是12套 已经卖完了 它是两到三房 三层楼 Townhouse 传统设计 1400尺到2100尺 它离那个Downtown Railwood City 不远 Railwood City 最近还要大兴图 在Kaltrain Station 就是火车站旁边 那边有一个Safeway 有一个CVS 那边全部要打药重建 所以整个Railwood City 那边就会变得很繁荣 那这个地点 离那里不远 所以值得考虑 好 那所以中半岛也讲过了 现在来看一下 在整个的湾区里面 包括我们刚才 讲的几个地区 但是还是房型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地方呢 有南也有中半岛 我们请Stanley 再告诉我们一下 其实还是有很多计划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把他一一介绍 那我就先介绍 两个比较特殊一点的 一个在Morgan Hill 摩根山 95037的Zip Code 它有一个很豪华 非常豪华的Single House 院子很大的 有一层楼设计 也有两层楼的设计 它一层楼设计 有3500尺到4000尺的这种 大的这个平房 那两层楼呢 它有到5000尺到6000尺的 哦 所以说是豪宅 真的想享受这种豪宅 在湾区呢 就只有这个地方了 它的地有多大呀 地的有些是大概 1万尺到2万尺之间 哦 哇哦好大哦 是它整个社区呢 全部都是这种大房子 然后大的地 4到6个睡房 那还有些设计它加了一个ADU ADU是什么 就是in-law unit 嗯 那也许in-law来的时候 真的住那里 或者说可以住出去 嗯 那它是gated community 就是有围起来的 有围墙的 所以整个社区是一个豪华住宅区 对更显它的豪华增容 对它的起价呢 就要200多万开始 嗯 那这是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可以在湾区 离这个中心呢 不远 因为Morgan Hill 到三号岁开车 不过十几分钟而已 可以找到这种真正享受豪华 Luxury 我们叫做Mansion 豪宅 这种气息的地高 嗯 环境也非常好 95037 95037 环境是非常好的地方了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再接下去就没有这样的地可以建 这样子哈 没地建就没有办法了 是 那最后呢 我介绍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以前啊 节目上介绍过两三次啊 55岁以上的人 在Fremont 有个机会可以买到single house 2000尺到2200尺左右 2300尺的 他有三个睡房 他设计呢 专门给50岁以上 所以他有两个master bedroom 两个主卧 一个在楼下 一个在楼上 如果楼上 呃 住了一阵子 爬楼爬不动 那就搬到楼下 哈哈 你考虑的挺周到的 所以他设计的时候是 是考虑到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个小院子 整个社区都是给55岁以上的 那边还建了 City of Fremont 建了一个老人 娱乐中心 community center 这是新建的对吧 刚刚 刚刚落成 去年下半年才落成 是是 所以那这边卖得很快 它几乎全部卖完了 只剩下最后几栋 然后在下个星期要推出来 这是最后最后的机会 可以买到这样子了 那那价位多少呢 大概160多 嗯 所以 还行 如果说想要买 这个住的舒服的 single house 对 然后环境 这个优雅 那这是最后机会 OK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新屋的情况 请致电Stanley曾 就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 consultation 的机会 4087778900 非常感谢Stanley 今天介绍的房子 都是我们在去年还没听过的 所以真的是期货可居 希望大家多多 在2022年初 把握这个机会 可以透过Stanley 买到心仪的新房 感谢你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谢谢 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张力的访谈 Max Rowe Cupertino 已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owe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owe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 Rowe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owe Cupertino 请下贝拉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GMCC万通贷款 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7个州 也可在全美26个州提供租赁物特别贷款计划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Direct Lander 10万到500万的大小的贷款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欢迎这店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 为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 at 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服务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病情判得准 却未找得准 下真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Julie Jo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408-340-5653 也可以先买下一栋房 请速电张力 408-315-9470 WeChat ID Li13591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张力时间 张力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 LiLi 听众朋友们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伴随着新年的终生 大家对于2022年 有了新的期许和希望 在去年2021年 无论从经济恢复的规模 还是股市和房市的繁荣 相信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对于2022年 我们是否还能够看到 这种繁荣的继续呢 最终的答案 应该要看整体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 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并且传播的肆虐 也是越来越厉害 也越来越速度快 通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该怎么样展望2022年经济的发展 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张力是否给大家 在此做一个预测和展望 好的 我们先从2021年看一下 简单的说呢 这个整体回报率呢 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股市呢增长将近20% 连续第三年 连续第三年的增长 房地产市场呢 更是出乎意料的繁荣 房价在全国范围内呢 增长将近20% 那很多地区呢 这个中卫价 就是median price呢 增长超过了30%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奥斯丁啊 亚特兰大 还有佛州一些城市 比如Tampa啊 这个Naples 一些地方 所以与过去相比呢 2021年的确是 房价增长是最快的一年 而这种繁荣呢 是在相对这个经济 实际上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出现的 比如说 疫情造成的一些生产链呢 供应链的断裂 还有劳动力呢 紧缺也是个问题 再加上不断上涨的物价 那这些负面因素呢 并没有对经济产生的 巨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整体经济 在去年的增长率 上半年是不错的 增长6.5% 从下半年增长了 开始放缓 第三季度的增长率 降低到2.3% 第四季度还没有出来 估计呢 可能会比第三季度 稍微好一点 但是全年增长率呢 还是有点下降的趋势 所以来到2022年呢 我们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风险呢 我觉得是 第一呢 就是GDP增长率呢 放缓的趋势 已经表现的比较明显了 这样呢 这样的话呢 如果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话呢 那一定会影响到其他所有行业 高科技也好 普通的行业也好 这个公司的盈余就会受影响 那劳动力的收入也会受影响 劳动力的收入受影响呢 就影响到整体的营售业的业绩 那零售业业绩 占的整个经济70%呢 那就drag down整个economy 第二风险呢 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 这个联储局加期的问题 对 特别是加期呢 目前来看 加期这个步伐还会提前 以前我们预测可能下半年 那现在看呢 今年上半年 那有可能就是在 第二个quarter 可能从4月份开始 就有可能进入加期的通道 那一旦这个加期的过程开始呢 一般来说至少要持续两年以上 所以目前来说市场估计呢 那今年可能加期三次 明年2023年再加三次 2024年有可能增加一到两次 所以未来三年一共呢 有可能涨到最多涨八次 一般来说每次 一般来说每次加期呢 是一个quarter 那八次呢就是2% 所以2%的增长呢 目前来说市场的基本预期 当然这是指的转期利率 本来我们就是正常情况下呢 通胀压力大的时候 联储局为了抑制通胀 才会加期 这是一个正常经济规律的结果 但是这次呢 我们并不是非常看好这个加期的语图 原因是呢 就是这次通胀并不是正常经济规律造成的 而多半是一种就是policy人为造成的 嗯 主要是呢 我看呢 政府就是说可能把这个政治目的放在首要子 而不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那这样造成的通胀呢 就不符合正常经济规律造成的 所以我们才出现罕见的一种 就是说经济增长放缓和高通胀并存的这个现象 看一眼 可怕 对 就是您 我们以前discuss的这就是智障的这个现象 对 那联储局呢 为了达到这个抑制通胀的目的呢 它一定要通过加期来实现 嗯 虽然这个加期呢 意味着对经济已经放缓的这种情况呢 有更大的负面作用 但是呢 它为了fide的通胀呢 只有两害相权其轻 所以 只有通过加期的办法来解决高通胀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今年未来的发展呢 那我认为就是上半年通胀还会持续走高 嗯 但联储局如果从第三个季度开始实施加息的话呢 那通胀会受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同时到下半年的话 那整个这个 由于 由于增加利率的话呢 会一直投资规模 啊 一直的通胀 同时一直的经济的增长 所以经济增长放缓的这种可能性 目前来看是 是非常明显的了 好的 那在我问第二个问题之前 我希望 张莉你能够调整一下你电话的音量 最好再调高一点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非常注重公共的卫生 所以我们今天的访谈 是借用电话的方式来访问的 OK 好的 这样子看来啊 张莉谢谢你 宏观经济的未来的发展 取决于政府和市场双方的协调 可以讲是一环扣一环 那联邦政府应该是有能力实施政策 来解决市场供应链的恢复 而从而抑制通胀的 那如果通胀压力变小了 美联储局就可以推迟或者是减少加期的次数 这样子对于经济的压力并不大 市场是否能够有平缓 有序的发展 所以联邦政府实施政策的正确与否 是经济如何走向的关键所在 您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对的吗 的确 我觉得就从目前来看 政府实施的政策 基本上对经济起到一些负面作用 比如说疫苗强制令的实施 导致了很多地区 特别是兰州 很多熟练工人对付离开工作岗位 这样的话为了增加离开的人手 他就需要顾更多的人 特别是顾更多的可能 并没有经验的人 这样的话增加了整体的工作成本 也降低了正常的工作效率 同时政府还盲目过激的发展绿色能源项目 人为的就降低了原油的供应 导致油价在全国范围上的增加 这样的话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物价的上升 所以最近我们报的数据 大家也知道批发商 wholesale的价格指数增加了9.6% 就almost 10% 是40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再看一下普通民众的花费 实际上大家的一般的花费 都花费大多是用在食品 交通还有住房支出 不管是投资也好 做rent也好 或者买房子也好 这些总体支出 实际远远超过了10% 比如说食品价格上升 实际已经接近20% 油价增长实际已经超过了50% 租金或者是房价的升值 也远远超过了20% 所以这么严重的通胀本来呢 实际上不应该是这么高的 可是呢 我们在过去一年呢 看到就是说 一些做法的不当的 已经造成了现在 我们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 如果未来就近年 这一年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如果不能改变 不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个掉头作用的话呢 我觉得这些困难在短期内也很难解决 所以基本上呢 联邦政府的政策是内衣 如果内衣不解决 只靠联储局通过加息呢 这些外衣的政策呢 也并不是长久之地 因为更严重的呢 通过持续加息呢 它会造成一些其他连锁的反应 这也叫这个collateral damage 好在就是我们还有希望 因为到今年年底 11月份12月份会有中期选举 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政策的一个契机 所以到时候呢 我觉得希望更多的有common sense 对经济比较明白 总经济 对未来国家 真正是有担当的政治家 而不是这个投机的政客 来担当这些职位 来行使一些这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经济啊 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正轨 说的好 的确张力 政府实施的政策是不是有效导致了未来经济的导向 那么美国联储局一旦进入了加息的模式 对于贷款利率会有负面的影响 贷款利率一旦提高 对于房地产的影响又有多大的程度呢 那未来的房地产的这个房价 会不会有下跌的趋势了呢 好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我是这样看呢 就联储局一旦开始加息呢 那正常用完价呢 贷款利率会随之上浮 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呢 现在我们所处的局势呢 是有点税正常的状态 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目前经济增长 已经开始有放缓的迹象 我们刚才提到GGP的增长 第三个季度 第四个季度都放缓了 所以一旦呢 联储局用加息来抑制通胀呢 这样的话呢 对经济已经放缓的这个程度 会有更更不好的影响 这样的话呢 经济可能有更加放缓的趋势 如果经济一旦出现放缓 或者有这种趋势呢 就会降低10年公債收益率 这个10 year bond就会 这个return就会降低 那这样的话呢 房贷利率 是跟这个10年公債收益率 紧密的成正相关的 所以的话呢 利率倒是有向下浮动的趋势 特别是30年固定 所以这个是两个相反的力量 相当于呢 比如说加息对利率有上升的影响 可是经济如果放缓的话呢 对利率有下降的一个push有个影响 互相会抵消一部分 而不像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说单纯加息的话呢 对债款利率只有单方面 单方面影响那么大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加息对债款利率上升的影响呢 是有限的 所以利率上涨不会太大 涨个0.25或者0.5最多 那这样的话呢 对地产的影响相对来说 就不会像想象这么大 不是无限的影响 实际上对地产影响更大的因素呢 应该是长期的一个经济走向 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放缓 这个趋势出现 这个趋势如果超过一年 甚至经济出现了一种低迷 或者衰退的状态呢 那地产市场才真正会出现拐点 因为地产市场从经济学讲呢 是叫Lagging Economic Indicator 哦 是哦 它是地产滞后 就是滞后经济的一个指数 是在经济发生以后 才会发生地产的一个 像股炕就是前倒的 对对对 那是Lagging Economic Indicator 所以我们从目前看 如果经济长期放缓 进入衰退的 这种可能性呢 目前来看并不大 所以我认为 如果地产作为抗通胀的 投资形式呢 从今年来看至少是 风险不大的 特别是对湾区的朋友来说 我们这里还是低 人比较多 那房子供应量呢 还是不够 就是供不营修的现象 还会继续 房价依然会保持上升的势头 但增长的幅度会下降 就是最差呢 我觉得有可能持平一段时间 这是倒是有可能的 嗯 好 请大家随时跟 张力用电话联系 408-315-9470 408-315-9470 408-315-9470 微信的ID是 L11 数字的13591 字母的L11 数字的13591 SecuredEmail的地址是 L11 L11 LeZainCorp.com 休息两分钟 马上回来 炒股票就找 由20年金字招牌的中文投资网 旗下美股VIP直播 全时段覆盖美股开盘时间 时盘交易展示 教你如何炒股 请拨打电话 800-958-8561 800-958-8561 微信 ChineseFM168 咨询 西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西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保险理财顾问Edward Payne 分享其因健保知识 以及优质的长期护理保险 资深房地产经纪Frank Liu 30年经验 利用AI和元宇宙数据库 登席2022年房地产趋势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James Jean 席资深贷款顾问Titney王 解决大额贷款各种难题 1月8号 9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云乐曼谈好时光 昌星珠宝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珍珠银润光泽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工王夺目 肖邦宝基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趣 为致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le City Westview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 祖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o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好消息 将莫贷款Cash out到500万无费用 可以用股票等大额资产代替收入 对于换房的朋友 不必先卖掉目前的资助房 也可以先买下一栋房 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WeChat ID 力1359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财经天地张力时间 张力下面我们就要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现在目前的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目前的房贷利率的到底像今天了 是怎么样的反应在数字上面 好的 从过去这一周 今年刚开始这一周 十年公传收益就开始攀升 已经涨到了快到1.7% 所以利率比去年年底没有所攀升 那我先报一下 现在自助房贷房贷的refinance的利率 好的 对于Controlment来说 小于64万7%的 30年固定呢 现在已经涨到3.125% 15年固定呢 目前还是2.5% 7年呢 已经是2.75%了 对于TumbleControlment 弄小于97万 30年固定呢 目前也比Controlment 稍微高一点 是3.25% 15年呢 是2.75% 那7年呢 是2.625% 5年呢 还是2.5% 对于Tumble 大于97万的呢 那30年固定呢 是3% 这个跟 啊 一个周前比的话 涨了一quarter 啊 7年呢 小波增长 增长到2.5% 这些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这个refinance rate 那如果是Purchase Loan呢 会有一些incentive Purchase Loan 会有一些incentive OK 好 那看来利率比去年的确是有所增长 10年公债的回收率 在去年年底封关的时候 达到了1.52% 那么在最近几天就居然跳到了1.7%左右 这个幅度的确是上涨得很快 是的 那么很多 我那估计大多数的要买房子的朋友呢 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重贷 贵公司现在所做的贷款业务 主要集中在哪一些贷款的方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房子 这些人都希望做cash out出来 拿钱出来做其他方面的聪明的投资呢 是的 那过去两年我们当然贷款大多数是不用在重贷 因为利率比较低 那重贷和买房贷款比例呢差不多是80%到20% 现在买房贷款的数量呢变化不是很大 Active 市场还是比较Active 但是做重贷人呢 当然的确比例降低了很多 现在重贷和买房比例可能差不多是50-50% 那重贷中呢 那的确有相当比例的朋友呢做的是cash out 拿出钱来做其他方面的这个投资 那据我观察呢 跟他们咨询呢 大多数人还是拿钱出来做投资在地产上 哦 因为地产long term投资的 有些人还是最好的 从目前看呢做cash out的 一般从自助房拿钱出来cash out的呢 这个做的是就是做的是能差收入的 我们最多呢这种查收入的cash out的可以做到500万 这个额度也是非常慷慨的 对 这个就是这个是以前我们是300万 现在是可以做到500万 这个是完全要查收入的哈 这个是完全查收入的没错 但是自助房只有一个 那更多的人呢实际上是有多栋的这个出租屋 从出租屋cash out的呢 现在也有新的program 以前呢 你最多只能做10个finance property 就是说您的房子只能有10栋上有贷款 这是limit了 如果再超过的话就不能贷了 但现在呢我们有银行可以允许有20个有贷款的出租房 厉害啊 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把原来的有贷款的amount 可以amount数量增加了一倍 double了 比如说如果您现在已经有10个房子有贷款了 那以前呢是不能再拿现金出来 比如说如果您有其他的房子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做cash out as on as 就是说您这个deft income ratio 能符合要求的话 您可以最多带到20个 所以最近呢我们有几个朋友 他就是说有原来有10个房子 已经有10个finance property 不能拿出钱来 那他现在呢又拿出 又多拿出四五个房子 从里边又做cash out 出来200多万 然后继续做cash out 继续做投资 这是一种就是这还是查出入的 如果收入不够高怎么办呢 对啊 对于这个有些退休的人士 或者已经不在职场的朋友 但是您还有多种出租屋 但是收入太低做不了查出入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出租房的租金 做一个间接查出入的贷款 也能达到做cash out 而不需要做查您这个收入 不需要查tack 不需要查工资单 最近我们做成了好几个case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他10年前买的房子 现在已经涨到了200万 是一个独栋屋 目前over the time 他把贷款都付清了 所以没有贷款 他自己报的收入很低 也没法超收入 那我们就是根据他的 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 然后按照房价的60% 拿出了这个cash out 那60%就是120万 他拿这个钱出来什么目的呢 他又去买了两个出租房 用这个120万做当配 每个房子差不多60万左右 买了两栋房子 分别是180万 一个160万 而且这两个房子买的租金 就是贷款也是做不差收入的贷款 所以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现在没有收入了 我怎么再没法贷款了 而且里边钱也拿不出来 通过我们这个program呢 他用一个出租房做抵押 用不差收入的这种贷款的这个program 等于又多买了两栋 这个非常retend还不错的出租房 而且这两个房都是都是独立屋 所以我们这个program是非常powerful的 那最近也不少朋友在咨询 就是说因为他们以前收入不够 没办法从这个房子里拿出钱 现在呢终于等到了一个好的贷款计划 所以呢如果朋友有这个 有些朋友这个cash out这个机会可能性呢 我们可以打电话这个商量一下 看看您的这个贷款能力到底有多少 哇这样丰富而实用的贷款计划 可以给有物业的朋友 不仅提供了多种贷款的渠道 而且增加了投资贷款的机会 按照您前面的分析 所以今年地产的市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还是有投资的机会的 那么大家在投资地产上 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 怎么样选择高回报的投资房呢 我认为现在投资地产呢 大家还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上 而不是说有这房价的增值 房价在过去一年多已经上升的很多了 就超过远远远超过预期 所以比较保险的呢 还是要注重房子本身 generate出来这个cash 租金高的地区呢 房子一般的需求量一定会高 因为房价会保值 然后工作机会好呢 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呢 去到这地方买房才住 这样的话呢 租金才会变得高 租金一旦变高以后 租金高了以后呢才会有租客 还有有的租客就是他才去想买房 因为与其付高的租金呢 还不会去 付同样的mortgage去买一个自住的房 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一种正循环 这样的话呢 这个正循环对整个地产的高需求呢 和稳定的这个当地的房价呢 起到很好的作用 同时呢这个如果租金高呢 还会吸引很多投资人 因为一些比较脱脑清醒的 这种比较成熟的 这rational这种投资人呢 他都会计算这个投资的回报率 是的 租金高的地区 一定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来买房 关于买投资房值不值呢 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实用的衡量标准呢 就是看的房子租售比 就是说用这个房子的 对就是出租和销售的这个ratio 这个比例 简单的就是说用月租金 处于他的房价 月的租金 这个比例 对 每个月的租金和他 房价就是买房的房价 这个比例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上来一问 就买多少钱房子 或者房东租多少钱 就这么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字 这个比例如果能超过6%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金流 现在在湾区要有6%的出租房 不容易找到了 那是非常难的 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了 嗯 比如说一百万的房子租到6千块 那租售比就6% 嗯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三区机会不多 加州其他地方的机会 现在也有 但是也不是很多 但是其他州呢 还有还有这种机会 嗯 我12月份呢 上个月去到亚特兰大 还有佛里达这一带呢 去看了看呢 我看当地的这个出租房的租数比 还是非常可观的 比如说亚特兰大五十几万的房子呢 还可以租到三千五三千六 哦 那也这么一除的话 这个租数比就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 的确 对 然后佛里达有些城市呢 比如说全新的town house 现在只卖到三十几万 三十二三万 那它可以每个月能租到两千五 这样算起来呢 有些地方租数比甚至达到百分之七 就是两千五 如果出上三十二万的话 就已经是over seven percent 嗯 还有一些海边的城市的出租房呢 需求量也是非常高 啊 新的一些town house 七八十万的都可以租到四千多 甚至五千块 所以呢 这些地区呢 就是啊 这种地产需求量比较高的 然后呢 它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真的人口千一有关系 2021年去年呢 一年就是德州和佛州这两个地方 分别增加了二十多万的人口的禁流量 哇哦 那加州和纽约这两个州 分别有三十多万人搬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 未来 这个未来几年 至少今年 啊 加上未来几年 这种趋势还还会继续 所以呢 大家在买出租房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眼光看得稍微远一点 看看其他地区 是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听到这个地方呢 可能想 呃 这个vacancy rate怎么算呢 会不会让这个六七percent会下降呢 等等 那这些当然要请问您自己的专家了 那我们的时间呢 还剩下两分钟不到 听上去外州这些城市的cash flow 的确是不错 刚才您介绍了 用出租房的租金来做cash out的贷款 如果想买自住房 可是收入不够高 或者是自雇人士的收入不稳定 需要用哪一些特殊的贷款计划来补救呢 一分钟 好 我们有两种办法 一种呢 是用资产呢 可以转变成收入来做 比如说股票啊 cd啊 或者其他投资账户 如果有大额的balance 都可以用来convert成这个收入来做贷款 对于self employed 追求人士呢 那还有其他的program也可以做 比如40k啊 Aira account 这些只要是balance 额比较大的呢 我们完全可以用来做贷款 另外一种贷款呢 是针对这个business owner 比如说您这公司啊 是有销售额 能够提供银行的这个流水 fail 显示每个月呢 有一种销售的记录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销售额的这个记录 来做贷款 那最近呢 有几个成功的买房的一个case呢 全都是有餐馆的老板 还有开出柜 开家具店的这个home owner 然后他们呢 是用公司的那个revenue做的 最多我们曾还带到了350万 他买500万的房子 上了1.5个million 带到了350万 所以呢 这些program都是非常credit 如果大家是business owner的话 完全可以用它来完成做贷款的这个需求 好的 有creative的贷款的program 希望大家呢 不管是低难度高难度的贷款 请找张力408-315-9470 或者是张力的微信ID号 L11数字13591 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您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听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 明晚七点见 今晚 谢过华人传播公司 Your list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